大家好 马上快高考了 不要总是给孩子吃大鱼大肉 一定要在吃大鱼大肉期间来一点清脆双口 酸辣又开胃的小炒 今天我们就为大家分享这一款 酸辣驴豆芽的做法 既好吃又开胃 营养又下饭 而且做法超级简单 喜欢的话就赶快收藏起来试试吧 一圈三连就够关注 首先我们把满口的雷豆芽放入一个干净大盆中 然后给它加入两克的食用盐 一克的食用碱 淘洗的清水 给它浸泡三到五分钟 这样我们吃起来才更放心 更安全 雷豆芽泡好之后 我们把水给它控出 不要 再给它加入适量的清水 再淘洗两遍 特别是孩子在高考期间 我们作为家长为孩子们做饭 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喝一点面之后 我们把水给它控干备用 接下来我们给它切点小料 大姜切片 大葱切段 大蒜 葱 切好之后 装入盘中备用 有条件的话 再准备适量的不辣的干辣椒 这种辣椒啊 只出香味 不出辣味 也可以给它切点青椒 搭配颜色 切好之后 装入盘中 所有的小料配齐之后 接下来我们上锅进行操作 锅中加入少许的猪油 再给它来一点点菜籽油 先把干辣椒给它放进来 煸炒一下 把干辣椒给它炒出香味 辣椒炒香之后 我们把所有的小料给它放进来 从姜挂 继续给它煸炒 炒出香味 小料炒香之后 我们把对头芽给它放进来 快速的给它翻炒均匀 炒对头芽一定要大火炒 使每一根绿豆芽上面给它均匀的 沾上一层食用油 接下来我们给它调味 加入3-5克的食用盐 10克的味精 5克的鸡精 10克的白醋 再把我们添好的清香色给它放进来 快速的给它翻炒均匀 除了的料 这放进去之后 绿豆芽一定要给它勤翻动 使其受热均匀 这样炒出绿豆芽 它不容易枯水加生 给它翻炒个七七四十九下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关火 出锅之前淋入少许的小木油 喜欢吃辣的话可以放点辣椒油 好 出锅装盘 大家看一下 这样炒出绿豆芽 洁白如玉 装入盘中 这样炒出绿豆芽 一点都不缩水 而且啊 洁白如玉 看着就非常的诱人 我们在炒绿豆芽的时候 千万不要绿豆芽给它炒至全熟 给它炒至九成熟 或者九成半熟 利润它的余味就可以把绿豆芽给它温着全熟 大家看一下 这样做出绿豆芽 真是非常的好吃 而且鲜嫩脆爽又开胃 好吃美味又下饭 关键它的做法也非常简单 喜欢的话就等会收藏起来试试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